国内经测 英国既视级 身体疾病问题 系列 教养子女 留德 补留财 以下 唯一有缘人来信分享 近期廉假带着孩子回到老家 有位亲戚家里种植农作物 正好要收成 趁着放假 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协助他 人真的要学会感恩 这位亲戚平时对我和其他人都帮忙很多 我去他们家时常被他招待 中餐 晚餐 海外加点心 偶尔要走的时候 他还会塞给我一大堆零食 点心 好像家里东西都颁不完似的 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 所以趁着这次廉假 我赶紧去旁那浓雾 算是感恩一下 同时也顺道到牟尼经社请示 孩子已发烧一阵子 状况很不稳定 请示时 孩子一直哭 佛菩萨开始时干扰 在蔡师兄帮忙处理完后 孩子立马不哭了 我的天呀 真的很神奇 后来孩子睡着了 一直到我们回家还在睡 但已没有发烧 到了晚上还可以跟子子在家中跑来跑去到处玩 我的状况也一样 脚非常疼痛 复健也不见效果 后来佛菩萨查出有干扰 处理好后还真的好多了 这个世界真的不是只有肉眼所见 许多事情背后 都有灵界干扰 不把这些干扰源处理掉 大概都是治标不治本 无法完全根除问题 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 人除了要好好保养身体 也得多做好事才有福报 学佛要福报 遇到政法也要福报 要遇到像谋尼经社这样连钱都不收的政法宗教团体 真不知道要多少福报 感恩自己过去世行善不失 本事才能遇到经社 我除了要好好推广经社讯息 也要多写些感应故事 让更多人知道 谋尼经社真的都在帮助人 义务解决 人家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次务农时遇到一对夫妻 他们也是常受这位亲戚的照顾而来帮忙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告知他们 我要求我的孩子每天要念十次新经 我觉得孩子长大要读什么科系 没有太大的影响 重点是孩子福报够不够 若孩子有福报 也许创个业就能赚得饱饱 不愁吃穿 所以最好让孩子从小就诵经 或是跟着家人行善 自小就开始累积福报 长大后就不用我们操凡了 这对夫妻很认同我的教育方针 从小教育孩子行善 日积月累 福报不可限量 孩子小时候嚣张白指 如果可以早点开始行善不失 往后就会很习惯做利益社会的事情 社会多一个好人就能多许多光明 此外 祖德也很重要 蔡师兄常常告知我们 当父母亲要多累积祖德 对孩子未来才是最好的 坦白说 我的祖先没什么祖德 还因为犯错 扣到我的福报 所以我的下一代 大概都要靠我去累积福报 祖德如何累积 其实就在方寸之间 多写感应故事或多转发感应文章 都能利益众生 而且不需要花钱 就能持续地累积祖德与福报 牟尼经社除了能协助大家处理不能解决的问题 也告知我们待人处事的道理 以教育孩子的方针等 能遇到经社真的是有大福报 希望已经知道经社的您 能够依照开示 好好送经宵夜 也能多多推广经社讯息 让更多人受益 自己好 也要别人好 就是我们对佛菩萨最大的感恩 以上为有缘人分享 本篇文章着重在孩子的教养问题 包含从小培养孩子诵经与行善的习惯 对人常怀感恩心 以及报答佛菩萨的方法 以下针对这些教养问题 引用两则网络文章做进一步探讨 第一则 无微不至的伤害 有一年冬天 一群天鹅来到天鹅湖的一个小岛上 他们从遥远的北方飞来 准备去南方过冬 岛上住着老渔夫和他的妻子 见到这群天外来客 非常高兴 拿出喂鸡的饲料和打来的小鱼 精心喂养天鹅 冬天来了 这群天鹅竟然没有继续南飞 湖面风动 他们无法获取食物 老夫妇就敞开茅屋 让他们在屋子里取暖 并喂食他们 直到第二年春天 湖面解冻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每年冬天这对老夫妇都这样奉献他们的爱心 终于有一年 他们老了 离开了小岛 天鹅也从此消失了 可他们不是飞向了南方 而是在第二年湖面风动期间 饿死了 第二则 千万房贷 只为儿 一顿年收入加起来两百多万的夫妻 为了让两个儿子以后都能有栋房子 除了原来的房子贷款 又跟银行借贷 买了第二间房 因此 他们一家四口 只能缩衣结识过生活 连小孩的衣服都减轻其不要的 他们说 算算这样的日子 还得过三十年 饮用完毕 这两则案例 给了您什么启发 第一则天鹅故事中 渔夫夫妇像爱自己的子女般溺爱天鹅 但爱之士足以害之 过分呵护的爱 使天鹅沉溺在安逸 舒服的环境中 养成了依赖心与惰性 当老夫妇离开 天鹅便因丧失求生本能 对终被环境淘汰 第二则 父母为留房产给两儿 不惜贷款买第二间房子 而节俭度日 但孩子不用付出努力 就能拥有的东西 往往不知珍惜 未来也未必感恩父母的苦心 教育孩子千万不要养成他们的依赖心 那不是帮他们 而是害他们 现代人 孩子生得少 孩子在父母心中都是宝贝 很多父母宁愿自己吃苦 受委屈 也要费尽心力 营造出舒适 安逸的环境 不让子女知道现实生活的不易 但是 世间才是 五家共有 大智度论云 富贵虽乐 一切无常 五家所共 令人心散清造不定 五家指的是贪官 盗贼 恶火 大水和不孝儿女 正因 人事无常 拥有再多世间财富 也只是一时 一世 无法长久 一不小心 财富就在一息间成为梦幻泡影 因此 除了看得见的有形资产 人们更应该学习有缘人的智慧 借着农作操持 让孩子了解 一切生活所需 得来不易 应对周遭人事物 保持感恩心 教导孩子 尊重周遭人事物 对别人遭遇能有同理心 感同身受 从而对人伸出援手 这是您留给孩子的五家财富 善心与感恩心 将跟随孩子一辈子 世间财会有用完的一天 但对人适时伸出援手 这份善心终将回归到自己身上 孩子不用依靠您留下的世间财 只需付出善心 多行不失 便能贵人满满 如此一来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要让自己和子孙有福报 贵人多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转发经社资讯 有些来谋尼经社的有缘众生 临走时会问义公师兄姐 能否供养三宝 佛菩萨不贪求众生的供养 您如感恩佛菩萨对您的帮助 请将这份感恩之心用来帮助 仍在苦海中 宰夫宰臣 找不到解决方法的受苦众生 将经社资讯 推广出去 帮助他人 让更多人 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 您 自己好 也让别人好 就是对佛菩萨最大的感恩 南无大愿 地藏王菩萨 摩尼经社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 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